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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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肚皮打烊 膽生女人的購物力 絕對沒有打烊的那天 在這充滿歡樂氣氛的12月 咱們終於也遇見了 讓狗仔哥哥感到歡樂的主角 也就是周杰倫 昆林夫妻檔 畢竟要在路上看到這台 再要駕千萬的藍寶監尼也是實屬不易 隨著周董的坐車 咱們來到金華酒店停車場 他們鎖定好一個停車格 但是周董的藍寶監尼居然停不進去 於是昆林幫忙下車指揮 不知道是不是小編濾鏡太重 連這種夫妻日常都覺得好甜好甜 阿姆哥人生就是這樣 步行的時候就要懂得放棄 所以他們最後決定找別的車位 才終於搞定停車這當事 小兩口下車後終於同框 連情侶配色的部分也一併線上 接著注意看看昆林輕盈的腳步 還有Chill Hi Hi的Bajou 原來兩人的目的地就是Chanel專櫃 身為品牌之遊的昆林 怎麼可以錯過當季新品咧 說時遲哪時快 下一秒小編就感受到了 財富自由的美好 只見好幾個店員忙進忙出 絲毫不敢怠慢出的羨慕還是羨慕 整個購物過程補多不少足足兩個半小時 兩人才慢慢從專櫃裡出來 此時昆林的手上也多了兩小袋展力品 振興玩國家經濟笑兩口也直奔停車場準備離開 準備取車的周董也順手接下昆林手中的袋子 唉唷不錯喔 寵妻好男人代表喔 至於被寵愛的昆林則是負責處理停車費過卡 但是過程相當的不順利 倒著昆林整個社空壓起來 只好先離開現場 崇尚自家老公的車才是上上側 就是有飛車的 最後周董開著車載著昆林到另一邊的機器過卡 才結束這段停車場卡關計 是說周董在得知被跟拍後 竟然給出超級暖的回應 以後不用偷拍啦 進來選幾個喜歡的 我買單 因為老婆是品牌之友 媽唯 這樣的周董 笑編可以再愛20年也沒問題 而且12月17、18日即將在新加坡 舉辦演唱會的周董也表示首身成功 是真的瘦啦 別看衣服喔 到時候新加坡演唱會就知道了 偷射在大螢幕是很難有修煉功能的吧